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方正的对角化 什么叫做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就是在这个主对角线上面有直 其他的部分全部是零的这个矩阵 我们就称为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表示的方式 我们很喜欢这种对角矩阵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性值 第一个 它的行列式值很简单 它就是主对角线全部相乘 这个性值让我们可以在计算行列式值的时候 非常的方便 对角矩阵第二个性值 只有主对角线是有直的情况 那么逆矩阵 它的反矩阵直接变成了每一个字的导数就可以了 在计算逆矩阵的过程 我们不论是采用的是扩充矩阵的方式 或者是直接采用的是伴随方正算它的行列是值 这都非常的麻烦 那么对角矩阵却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记得全部变成了它的导数即可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试着乘乘看 发现它就变成了单位矩阵 再来看看第三个性值 如果说它是一个对角矩阵 它只有主对角时有值的话 它的k次方平方 这边就直接平方 每一个字都平方就可以了 k次方 每一个字直接变成了k次方就好了 所以它是一个计算上来说 非常棒的一个样子 对角矩阵 它的这个特征值 不用算了 直接告诉各位同学 特征值就是它每一个点 主对角线上每一个数字 就称为它的eigenvalue 它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就是E0000001000000AV等于LandaV 那么同学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 什么叫做相似矩阵跟对角化呢 首先我们介绍相似 假设两个方阵都是N阶 阶数相同 我们称它这个叫做相似的情况 只要能够存在一个可逆的矩阵 叫做P 使得说找得到一个P 能够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P inverse AP等于B的话呢 我们就称AB是相似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定义呢 因为这样的定义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AB它的行列是值相同 它的eigenvalue也是一样的 那么下一部分我们就介绍一下对角化 假设A是一个N阶方阵 D呢是一个对角化的矩阵 我们称它可以对角化 我们将这个A对角化成为D的情况之下 只要能存在一个这样的结果 我们就称它是可以对角化 既然这样的说 是不是每一个方阵都是可以对角化呢 当然不是 只要是它是Singular 我们所谓的奇异矩阵的就不可以 而且只要是任何的一个eigenvalue是0 都不可以对角化 有对角化是什么条件呢 对角化就是说 它有N个eigenvalue 而且能够找到N个线性独立的特征向量 我们就称为可以对角化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N by N的矩阵 都是可以对角化的 到底对角化矩阵有什么好处呢 是这样的 假设我们想要去算A的K次方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如果是N by N的矩阵 这个N by N 我们要乘上AIJ 各位同学想一想 这个计算上来说 非常非常的麻烦 每一个的话都要 这个算起来非常的耗时 但是如果说 这个A可以对角化 那么各位同学请看 如果我们找得到一个P的inverse 乘上AP 等于一个对角化的矩阵 那么A经过了一个转换 我们这边两边同乘一个P 把A变成了PDP P-1 那么A的K次方 整体来说 这就是K次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这个地方 就是identity可以消掉 这个地方 后面的跟前面都可以消掉 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刚好就是P D的K次方 P的inverse 这个D的K 好算 这个P 只要我们算一遍 就可以全部算出来了 所以它的这个性质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如果我们想要去找一个 A的K次方的计算 这个是非常的复杂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只要经过了一个对角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变成非常简单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 如果说A跟B是相似的 相似有什么好处呢 它会有相同的特征值 行列式就是所有特征值的相成 当然行列式也相等 所以这个对角化的过程 其实在我们计算上来说 其实还蛮常用的 那么我教各位同学怎么样去做对角化的一个步骤 假设说 A有N个线性独立的特征项量 就表示什么呢 可以对角化 对角化 我们第一步 把所有的I跟Value给它算出来 然后I跟Value相对应的找出来 这个P就直接写成 它所有的I跟Value的这个扩充的一个矩阵 原来这个是一个航向量 航向量 如果这样子写下去以后 将会成为一个N by N的一个矩阵 如果这边看不懂 等一下我们找立体 P inverse AP 就是所求的对角矩阵 这个对角矩阵 将会变成了所有I跟Value 所形成的对角化的一个矩阵 假设说 这是一个2 by 2的一个方阵 我想要将它对角化 那么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先找出了A减烂打I 它的行列市值要等于0 这个相称减掉负20 就是加20等于0 来我们展开 乘开来 烂打平方 减掉三倍的烂打加2 我们这个展开之后变成这个 然后来一个十字交乘 2负2乘负1 所以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我们得到了两个I跟Value 一个叫做烂打是1 一个是烂打是2 那么我们从1开始着手吧 烂打是1的时候 AV等于烂打V 那AV等于烂打V 这个就指的是V 这个是烂打 那么我们把XY求出来 来乘开 乘开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结果呢 负3X加上2Y会等于X 上面等于上面 底下等于底下 这是负10X加上6Y等于Y 好 我们把它挪到前面去 这个挪到前面去 我们可以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了 这是一个相一方程式 你们看到了吗 这是2比1 这个是负2比1 这是负2比1 看其中一个就好了 这个就不用看 XY 有无限多足解 我们就抓一个数字就好了 那么V 这个是1 那这个就是2了 加起来会是0 所以另X等于1 Y等于2就可以了 1 2 当然各位同学 你说24可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 因为它就是Vector 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方向而已 那我们第一个 Igon Vector 已经找到了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 Landa是2的时候 那么一样 AV等于LandaV 这个地方是2 一样展开 上面等于上面 下面等于下面 负3X加2Y 等于上面是2X 下面是2Y 那么一样的 我们移到前面去 我们这边移到前面去 那么变成了 负X加2Y等于0 负10X加4Y等于0 我们也发现 这是一个相依的 看上面就好了 那么另X等于几 比较适合呢 一个是2 一个是5 是不是很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第二个向量 25 2跟5 刚刚是12 那现在我们Igon Vector 已经全部找到了 这是原来的题目 我们把他的第一个Igon Vector 找到了 第二个Igon Vector 找到了 这两个向量是线性独立的 它们并不是它的倍数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了 P就是什么呢 12写在这边 25写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所求的这个P 我们对角化还需要一个P Inverse 那么我告诉各位同学 一个简单的做法 PInverse如果在二阶的情况之下 我们先算出了它的行列是值 行列是P 然后上面的话呢 直接主对角线交换 负对角线变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算一下底下这个地方 它的行列是值刚好是1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用写了 直接是主对角线交换 负对角线变号 所以5 负2 负2 1 这个PInverse 在二阶上来说特别简单 但是同学千万不要以为都会那么简单 三阶以上就非常的麻烦了 我们来验证给各位同学看 PInverse A乘上P是多少 我们把它写下去 5负2负2 1 乘上什么 A 再乘上什么 P 1225 好 我们依序把它乘开 第一个乘上第一个 我们用矩阵的方式乘开了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是负15 再加上20是5 这个底下 各位同学可以计算 再乘上 1225 这个 一样的 这是负4 右上角 那是10 减掉 12 所以这没错 再来 我们再乘一下 这是多少 5加上 负4 所以右上角是1 底下这个呢 负4加上2 22得4 是0 右上角 25得10 减掉10 是0 最后一个 负8加上10 是2 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将它对角化了 也就是说 负3 2 负16 它 跟谁 相似 1002 注意 这是什么 这两个就是 I跟 Value 1 跟2 所以 以 V1 V2 所形成的 这个P 将可以 把它 对角化 特别 特别小心的是 这两个项量 一定要线性 独立 我们才能够 做出一个P 造成它的一个对角化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对角化的一个过程 因为对角化的话呢 在计算上来说 在应用上面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它可以协助我们去把这个方正做这个计算的时候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结果 这一部分来说也是一个概略的部分 那也是要搭配其他的单元相关的知识所做出来的 那么如果说在证明的部分有兴趣的话呢 也请同学参考线性代数的相关书籍